二题这一题就是倍数判断 那基本上它要怎么判断说 它是不是3或5的倍数 所以底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它这边有范例1 输入55 它要能够知道说55它是5的倍数 输入36它知道说它是3的倍数 不过它这边输出是英文的 multiple of 3 那当然92是3跟5的倍数 输入15也是 另外当然有 这个是不是nuts 所以基本上它有列出四种可能性 一种是3跟5一起的倍数 第二种是3 第三种是5 最后一种是完全都不是 那关键来了 我怎么知道呢 我输入这个数字 是不是3还是5的倍数 那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前面我们有一个运算值 还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 一个叫百分比的东西 这个person是什么用途呢 就是求余数嘛 那比如说36 百分比 假计我百分之三 有没有整出 有嘛 如果等于等于零的话 随便说等于等于零 就是它如果结果是零的话 那表示它能够被这个什么 被三整出 那如果给5的话 当然就不是 所以基本上我们逻辑可以这样写 我大概叙述一下 其实这个有些前面如果写过的话 我们大概就比较快一点的带过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第一个 先输入一个词 if 这个输入一个a好 假设我input 假设把36输入了 那我要先判断什么 if ok 那if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那个词给带过来 if a 如果它怎么样 百分比 就是除以3 等于零 而且 我第一种情境就是说 如果它能够被3 和5 所以5的话我习惯了 把这个复制过来改个5就好 这样比较快 那复制 有没有 Ctrl 加按住拖拉 有没有很快 这个有时候写程式这一张蛮快的 加一个冒号 ok 那怎么样呢 我就print printer怎么样呢 这个a 逗点 空一格 它这边a就是36 它是 什么呢 3和5 3和5的话应该是这个 is这个 所以这个把这一串 填进来 那你们将来没有那个可以复制的 可能要自己打 就是36 4 什么 就是multiple of 3跟5 后面的话 我看一下这个后面 is 记得 这个前后怎么样 加那个双引号 有没有 它因为它是个字串 所以这边前后把它包起来 那第一种逻辑ok之后的话 其他的话要什么 再来就是l if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行 我的习惯是复制到这里 第二种情况什么 l 加 el ok 然后这边把留下3就好了 然后就是a4 就是multiple of 什么呢 of3就好了 有没有 然后后面这个是 后面这个就是再拿这个来复制 复制方法的话 一样嘛 就是enter它 然后把它back到前面去 把这个再复制 然后这边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5 对不对 5能够整除 那就是of5 有没有 应该可以懂的意思 再来最后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else 所以打一个else 然后冒号 然后enter的话 就是把上面这一个 怎么样 把它复制下来 is 加一个nut 这样子 成事 就写完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的时候用理解的 就是你不是叫你 从头打到尾 太无聊了 所以尽量就是 如果你能理解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 能不能被什么整除 被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多少 除以3的余数等于0 而且 and ok 所以这个是交集 那做完之后的话 如果我们run一下 假设跟旁边的一模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做对了 ok 所以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这个做完之后 然后旁边 它的范例是输入多少 输入那个36 ok 所以把它save run一下 然后让那个 它的console跳出来 应该跳这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输入36 enter 他是3 没错 ok 然后再来 再就是92 就是要输出那者 对没错 不是 ok 然后再来就是15 15是3和5的倍数 最后好像上面还 还有吗 55 55 这边还有个55 55 55应该是5的吧 enter ok 没有错 那表示 这样子应该 另外再检查一下 它的那个什么呢 前后的那个空白 反正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 以我的经验 上传应该就满 应该就得分了 这一题也就10分 这是第二类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这个前面我一直在 我们做过好几次 就有关这个第一 一重逻辑 然后这个是两重逻辑 这些就是所谓多重逻辑 那将来的话尽量就是说 你能够怎么把这些语法 可以结合你一般的逻辑 就是很顺的把它写下来 至于那个顺序 有时候不一定要照这样的顺序 比如说像这三个上面这三个 其实颠倒一下 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有的时候不一定说 你一定要哪一个先哪一个后 就是你顺着写下来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是202 ok 看一下那个第202题的 这个所谓的倍数判断 ok